诶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宝石 哇 这么大一颗 难道是绿宝石吗 大家好 我是宝石店人李承伦 因为疫情不能出国 我们只好在台湾全省走透 去寻找珍贵的宝石 来 我们这是公路 当你拿到马五都 你会看到这个大石头的花枝树 这边呢就是呢 我们今天要去寻找宝石的入口 记得这边有一个sign 它写东光里十三陵 看到了没有 来喔 哈啰 我们带大家来的马五都 附近的溪床里头呢 看看今天有没有一些斩货 我们现在走下来 从公寓走下来大家的溪床呢 待会呢带大家来看 这边呢 除了呢最有名的岗路产地之外 因为在附近呢 是玄武园的这个岩石 里头还有那个岗路 还有呢这个岗石 更重要的还有附近的半生矿物 比方说尖金石啦 比方说橄榄石啦 比方说橄榄石啦 还有些磁铁化 首先呢这个是下游 那边是上游 那保持呢 顺着河水跟那个沙石呢 往下流 往下流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比较大的石头旁边呢 因为有这个泥沙鱼汁 所以首先呢我们用铲子 不管大的小的呢 尤其是这个附近 有沙子的地方 容易呢 这个沉淀 保持 所以我们不管大小的 都把它 摘起来 摘起来 放到本机里头 好 你在干嘛呢 我们呢 把比较大的石头呢 先丢掉 因为呢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是找干物兵造石 所以呢 不可能喝大磁的 所以我们沉干净之后 把它洗干净 粗略的呢 把它洗干净 我们再由这个硬小的筛盘 把细的砂 因为这个比较小比较灵活 它又更细哦 然后呢 来做挑选 那这边呢 因为它的底筋材非常小 所以建议呢 在这上面挑选 它可能会掉下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我们把有可能是宝石的目标石头 然后放旁边 待会呢 我们再到实验室里头呢 用拉曼来打一下 看这个呢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石 基本上看不出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只能看出它透不透明 原来的惊喜都没有了 这个就有结晶了 看到没有 像这样的 有很明显的宝石的结晶 刚才呢 在抛进门上面呢 会有一些剩下的石头 哇 你看 很小的 有点像月光石 但这个是 这个是矿石 OK 哈 这个是玄武岩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边找到橄榄石 然后橄榄石就是镶嵌在这玄武岩里面的 然后等它被洗刷掉之后 这个橄榄石 比较硬的橄榄石就会留在里面 哦 刚发现什么了 这个是条纹玛瑙 我们叫蕾丝玛瑙 所以你要仔细看 哦 这是天然的 天然的 对 玛瑙 回去琢磨之后 你会看到它有一层一层的蕾丝 这叫线石 所以 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玛瑙啊 这个线石啊 诶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宝石 哇 这么大一颗 难道是绿宝石吗 这一颗是 还有黄宝石 哇 这个是玻璃碎片哦 盒里头很多 对 好 那到底是玻璃呢 还是石鹰呢 还是宝石呢 还是蓝宝石呢 待会呢 我们到实验室里头 好 让大家看一下 来 我们现在来到呢 EJILLS 鉴定所呢 看我们今天农艺天的成果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石呢 是什么宝石 只有寒石 经过了一整天的辛苦 我发现 只有这种是干什么的 玻璃 石鹰 寒石 玉水 橄榄石 还有呢 没了 那我们主要是在打什么 我们来打 好 没关系 我们以为下次呢 我们再去呢 共三星 马五都呢 我们下次再接再厉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用机器测给大家看一下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